Yo大家好,我是上星期和大家试 WRX VB 还讲了一些WRX威水史的L佬 今星期我们终于回到正常的欧洲时区 欧洲赛区头站 意大利EMURA赛道举办的Emilia-Rumania Grand Prix 真是很难读 原谅我称呼这站做EMURA 影片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场比赛闷不闷? 你有没有闷到睡着呢? 同意的留言一个睡觉的EMUJI 到底EMURA的比赛是否真的那么闷? 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是没有留意到的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星期发生过的事 大家看到这个背景 我又身在酒店了 又要出旅程了 出旅程在酒店要剪片 最要紧要有什么? 当然是Chef Shark VPN 网高时段,多谢Chef Shark VPN 现在是奇怪的网站 真是防不升防的 有些钓鱼网站还会搞无论银行 甚至是政府部门的网站 Chef Shark VPN 它的KingRap 功能 将各种的恶意软件和网络吊于其道都挡开 也都令到各种的广告和追踪器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现在说错一句话都有机会出事的时候 我们上网的一句一动就更加需要留意了 不是说有VPN就一定无敌 但有VPN的确是可以提高一定安全性的 你用VPN转到不同地区上Netflix 还可以像解锁一样看到不同的影片 现在用优惠码 或者以下的链接 总可以有多重优惠 计算每个月只是几十元 就可以在无限数量的设备上使用 像我这样,在家和Office的所有设备里面都有使用 下载Chef Shark VPN 还可以在全体家庭成员的设备上安装使用 用过不满意了 还可以三十月内全页退款 快点去安装吧 再来一次感谢Chef Shark VPN 如果没有他们的赞助的话 我都不能持续继续继续做影片下去 我们回到影片 今年2024年 刚好在Alton Center和Rollum Wissenberger 来到了我们三十周年 在这一条一个星期带走两个车售的EMURA 四届世界冠冠得主 Sebaston Vettel 和Sinna的家人营运的Sinna Brand 在EMURA举办了一个纪念活动 Vettel 带着大部分现职的车手围绕赛道跑了一圈 还亲自开着Sinna时代 最后一部的麦拿伦冠军车MP48 挥动着象征两个离世车手的奥地利 和巴西国旗绕场一周 除了纪念故人之外 也都表达现在我们看到的赛车运动安全性之高 其实是前人付出了不少的汗水甚至是生命 虽然有些沉重 但是看到Vettel可以重返赛场 的确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就带着这份感激的心 一起开始回顾今场的EMURA关片 如果你是由星期五练习赛就开始紧贴赛果 来到星期六排位赛 看到Red Bull车队First Deppel的表现之后 你的表情应该会是这样 可否在电话的黑画面里看到自己错恶的表情呢? 由练习赛开始 Red Bull就一直表示 今场带来的升级套件 赛车在EMURA找不到相应的平衡 连First Deppel也都多次跑出赛道 三场的FreePattis里面 前三名都不见到有Red Bull赛车 不过排位赛 委扎本之前遇到的问题 好像突然间消失了 可惡又放沙包? 其实又没可以这样说 因为不久是Red Bull高层到车手都表示过 星期五赛车的设定真的出现了平衡性的问题 不过原来Red Bull紧急扮救兵 前F1车手Sebastain Bluermy 和Formel E世界冠军Jack Dennis 由星期五开始 就在Red Bull的Milton Kings总部里面 针对着他们的问题 一直用无异器测试到凌晨 最后完成了所有的调整 连领队Wiston Honor 都特别在Instagram点名 去赞扬这两位梦名英雄 Q1时段 侯金堡惊喜地在Q1一度领先 但很快就被卫生日本拿回头位了 而两个法拉利车手搭着新星级的EV版赛车 用C4的中性胎都跑出不错的时间 鲁康来更认为中性胎的性能比软态更好 而在Q1止步的车手 有预料之中的保达斯、周冠宇、麦劳神被淘汰之外 在FP3撞车的艾朗素 在排位赛的时候的2号弯 再次出现失误飞出赛道 导致了赛车出现机件的问题 原本他想再做到一圈快圈 但车都因为担心不明的机件问题 会引发其他故障而指示他入站 令到他只能排第19 最后正错的时候决定在维修区起步 有传即将失去车席的沙展 也因为使离开赛道未能做出有效的时间 时间就排在包尾 到了Q2了 居住在距离赛道只得几英里的葛田 在如同主场的Emola里面一度做出第二块的时间 反观大牛的佩蕾斯形势就不乐观了 他在最后一圈第14号弯的减速弯里面 爬上老板爬得太多而损失时间 只得第11名 是他自拉斯维加斯站之后再次无缘进入Q3 而且还要被两个小牛车队击败 Sinoda和Ricardo相信进入Q3 是不是真的如我之前这么说 佩蕾斯贵仓一定好 去到贵中就会一下子跌到谷底呢? 而他又有没有机会翻身? Q2发生的事其实不多而已 两部LPN 奥光尔加斯利 史道尔和艾邦都出局 到了Q3 新星旗陆先生侯金堡竟然开始他的报恩行动 他认为自己能够终进Q3 是因为他在Q2第二轮快圈的时候 在Sector 1 4号弯之后的短直路 韦蕾斯日本帮助他破风 到了Q3的最后一轮 侯金堡是最早出辟做圈的车手 他在尾段遇到正在做out-up的韦蕾斯日本 两个人心领神会 韦蕾斯日本立即加速 将侯金堡拖到第17号弯 让他完成快圈 一般车手跑完快圈 通过起中点线之后 都会在直路上减速 让开被后车通过 但侯金堡就继续踩着油门 一路全速帮韦蕾斯日本破风 带到2号弯 Tampion Windows Sir King 才让开 喂 你们何时开始了这个夸世代的友情 加上人家带你走一条小直路 没有了 侯金堡就拖足韦蕾斯日本成功 队友都没那么好服务 赛后两个人分别成型是有心地做的 还互相称呼对方是朋友 只是韦蕾斯日本想不到 可以玩足一条直路之外 连同一号弯都玩了 以至到他进入二号弯的时候太快 算是今场比赛的一个小彩蛋了 最终韦蕾斯日本做出一个1分14.746的最快单圈 一如既往地落到头位气暴 也追平了30年之前在这里离世的名宿 Alton Senna 他所保持的连续8场头位纪录 首次来到Emona比赛的Piastri 和韦斯日本只差0.07秒而已 可能就是侯金堡这个破风而来的 原本他是可以打入头牌的 但因为Q1的时候阻挡了赫密露晨 被罚退后三位起步跌到第五 结果他的队友罗里斯就上升了第二 罗克罗隆伸斯都未能够挑战前排 反而输了给两部升级的麦拉伦 分别排在第四、第五 而平置的罗数就排在第六 第七是再次进入Q3 并击败了队友的葛田 间开了两部平置 首次在今年排位赛里打入Q3的列卡道就排在第九 来到正赛了 其实近年Emola 站我们要接受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就是这里虽然是车手很享受的赛道 但基本上都是一场满车来的 Emola 经过多年的修正之后 这里变得異常的难爬头 加上只有一条DRS路段 场内爬头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那场外爬头又怎样呢? 即使PVT用了最远的C3去到C5的轮胎 不过一停策略仍然是这里的主流 因为Emola 在全季所有赛道里面 入匹损失时间最多的赛站 平均损失26到29秒 所以战术上其实也不会太灵活 虽然在官方数字上 Emola 出现安全车的机率是100% 的确是我们作为车迷的一个小小期望 不过这个100%的机率就在今场被打破了 但是今场是不是真的没有一点点的看头呢? 起步的一刻 前10名的车手都是用黄胎起步的 在这条更加只跑500米 就来到Turl1的Emola 所有车手都出奇地非常保守 前6名的排名几乎是没有改变过 当中也只是HAS的两个车手 可以在起步的时候上升两个名次 到了第九个圈 第一批的车手入阵换胎 很明显他们就想试试在这里用二停策略 而今场的最大苦主 第14名起步的艾邦就在这个时候入阵了 不过他入阵的时候负责右前车的Piku 竟然没有将轮胎锁 开车就这样被放出赛道了 艾邦只能慢洗一圈再入阵 同时也因为车队的失误被罚10秒 不过因为车车没有上根而产生的震动 对赛车的影响十分之大 所以他们为了保住赛车 在比赛完成了75%之后 就将车召回回维修站退赛了 而整件事最神奇的地方是 艾邦的右前车竟然没有飞出来 当然也是幸运没有飞出来 实在是要多得艾邦意识到车有问题的时候 就立刻减慢车速 令到整件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领头的维修本在起步拔出两个圈 就和罗里斯大开了一秒距离 不过罗里斯也慢慢提升节奏 身后的陆克莱面对着橙色的麦拉伦 只能任由他慢慢拉开差距 而后面的伸司和Piachy 正在争夺第四名 Piachy从起步开始 就没有离开过伸司身后一秒距离 每圈的DRS必开 这个局面一直到第23个圈 罗里斯先入皮打破 而他的队友Piachy 也紧随其后在第24个圈入站 同样换上白胎打算跑到最后 在这条金蓝在场内爬头的赛道上 面对着后车的对手比自己早入皮 通常都会改变策略 立即在下一圈入站换胎防守 而麦拉伦也不办 直接在Radio和Piachy表示 这次入站就是为了超过伸司 出皮的时候 马上运进所有速度狂跑 Undercut的举动已经十分明显了 但法拉利竟然无动于衷 去到第28个圈才入皮 当然被麦拉伦成功Undercut 但如果伸司马上入皮的话 是不是真的可以抵挡得住Piachy的进攻呢? 事由我们对数据分析之后 我看未必了 Piachy入站和伸司相距0.9秒 以当时第二名的陆克罗做基准 Piachy入皮之前相距5.2秒 出皮的时候是32.2秒 即是说入站令到Piachy损失了大约26到27秒 一圈之后和伸司的距离是25.4秒 Piachy出皮之后得到了史道尔 在Sector 1的短直路的尾流 加上史道要养胎 所以没有任何抵抗 Piachy用新的白胎一圈就追回了1秒 就算伸司马上加速入站的话 他们的Piachy都要在26秒之内完成 才可以出皮的时候一斗 不过法拉利算得非常保守 让伸司继续执行原油的计划 可能他们怕过早换胎 赛事后段轮胎会衰弱 因为身后双距5秒的霞梅顿威胁更加大 但想不到霞梅顿入皮的时候 冲速的赛道根本构成不了任何威胁 头牌车手就在第29个圈之后 全部完成转胎 然后就开始转胎了 除了第11名用白胎起步的佩雷斯 在轮仰胎之后打算加速用轮胎的时候 就刚刚遇上霞梅顿追上 被人有种错觉 之前佩雷斯免到任何进攻都没有太大防守 但是霞梅顿追上的时候就全力难折 场上是没有太多的交锋 我们要一直等到最后五圈才真正醒 比赛中段 罗里斯有投诉过自己的车比起压马 车队回复是其他人的轮胎消耗比自己多而导致的 的确不要说后面的车手 单单说前面的威胁本 明明白胎比罗里斯伸两圈 但是胎号就来得高得多 赛后威胁本如果承认他们的策略 是用黄胎的优势尽量拉开差距 因为他们知道白胎对他们来说十分难管理 会突然在尾段失去找地力 到了第46个圈 威胁本收到前车的慢车所助 圈速一度跌出1分21秒 而罗里斯也不做保留了 开始消防威胁本的6秒距离 他用10个圈将距离收窄到3秒多 更加一度打入1分19秒的大关 再到最后四个圈和威胁本追到1.5秒范围 我想这一刻所有车迷都热血沸腾 罗里斯的Sector 1 3比较快 而威胁本就以Red Bull赛车先天出弯快的特性 在多弯的Sector 2保持优势 两部赛车的白胎已经到了极限 可惜罗里斯在最后一个圈才按了DRS这个按钮 而面对着他的就已经是终点线了 罗里斯的饮痕和威胁本只差0.7秒落败 顺带一提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领头的威胁本是没有用过DRS的 但其实连他都能够在最慢一圈的保达斯的时候打开DRS 头三名和起步成绩一样 没有太多画面的六克来 在双距头车7秒多才冲过终点 但总算能够以贵军原赛 将法拉利送上颁奖台 最后一次法拉利可以登上这条自家拥有的伊姆娜颁奖台 要去到2006年的 圣马里诺大奖赛的最后一年 由舒默加拿到冠军 2020年重返之后 就再没有红军上过台 算是满足了在场几万个Tivosi 普雷斯用不同的换胎策略 加上赛车速度成功于第11名追到第8圆赛 而令我最意外的是 在场上好像不断被爬头的史道尔 他以黄胎跑得比白胎多的情况下 在第13名起步第9名原赛 看来迟入站换胎的策略 是伊姆娜也有些奇功的 这场比赛之后 韦瑟本将积分差距拉到48分 而今年所有比赛 都是前四密密完成的六克来 在积分榜上超过佩雷斯登上第二名 而罗里斯也和佩雷斯只差6分 佩雷斯受到前后夹击 再没有进步的话 我真的担心他在下年的位置 艾朗所比赛后段 曾经入撇换上红胎 竟然自己不能得分 都要抢走法特斯特的一份 被所有人都拿不到 不过最终是不成功的 积分被夏美顿反超 车队积分就来得更丑 Red Blue 虽然以268分 继续保持领先 但如果佩雷斯自此一决不振 在范拉尼的二大一局面下 Red Blue 的冠军补助都不太稳 再加上麦拿伦急起直追 都有可能威胁到Red Blue 的地位 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老实说 如果要为了今场的可观性评分 分数真的相当低 场上没有太多交锋 最重要的是 当车队选择在20多个圈 就入站换8胎的时候 你就知道 真的没有看头了 还打破了100%的安全车记录 我承认 Emona 在历史上是有意义的 而在这里举办的电单车比赛 例如SWC 或者WTCC 欧洲罗湾都非常精彩 但真的适合举办F1 就留待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最后要多谢对Aero不力不弃 用实际行动支持Aero的patreon 我是Aero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拜拜 我要剪片啦 先在那里 你要剪片啦 可以吗 快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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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